四点接近四十分 现场突破一万人了 就是去年12月16日 这场民众党在台南的造势 民进党在地立委郭国文之宜 经费数字怪怪的 贴出账单 郭国文之宜 柯文哲造势人数约五千人 竟申报一场要四百七十五万元 反观绿营办的这一场 蓝鸟 这变成放鸟 你说对不对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6月15日举办座谈会 现场两千人场地费十八万 那一般的集会我想就是大家接奖而已 两千人的大概发一些简单的吃吃喝喝座椅就结束了 那以这个总统竞选等级的话 四五千人至少以上的这个集会游行 他花费大概四五百万其实在业界来说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郭国文立委应该不要叉叉笔鸡腿 要绿营别打任之战 民众党更持续回籍 爱卿德总统候选人当时在十二月十三号 光是集会支出 他们分别用集会相关费用 会场布置跟租用设备等等 这几项支出加起来也是五百多万 而是在于说真实的凭据 虚构的这个数字之间有何差异 其实民众党非常简单 只要把活动的明细公租于市就可以了 其实不用东扯其他模糊焦点 另外有网友也查了选举经费申报 发现赖清德竞选总统时 曾花六比两千三百五十万元经费给电视台 蔡英文2019年竞选总统时收据则出现错误 支出对象是白银称物质九十六万元收据的 大爱素食天地餐厅 率也来消费 但支出科目却记载交通旅费支出 询问民进党则表示对此没有回应 民众党陷入政治先进争议 掀起政坛查账风 反正互怕互 TVBS新闻告示要留听听听听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